林小竹点点头 跟上前来行礼的袁儿 他们说了两句话 便问明他们 果然是用了袁天爷所说的法子 笑着跟袁天爷进了留审家门 留审家的院子里面 堂屋里面 全都站满了人 这些人自然是下家村的 有帮忙挑嫁妆送嫁的 有留下来安慰留审夫妇的 还有原来只是看热闹 这会儿见小春被接回来 来探个究竟的 大家或站着或坐着 接起喳喳一论不休 有人看到林小竹和袁天爷进门 后面跟着那几个 抢小春的壮汉 赶紧迎了上来 招呼道 小竹你回来了 又好奇地打量了袁天爷 不断地有人敲声道 这就是戏文里说的王爷 林小竹笑着 把在场的都称呼了一遍 寒暄几句 这才进到屋子 看到穿着一身红衣的小春 正坐在床檐上 漂亮的脸上 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 喉咙还时不时地抽气着 而刘婶和花婶等人 则是站在一旁 正在劝解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吧 我一会儿就出来 林小竹转头对袁天爷道 小春的闺房 袁天爷不方便进 再说 小春想来也是不愿意 让一个陌生的男子 看到他狼狈的模样 没事 你去吧 袁天爷朝他笑笑 屋里的花婶 听到林小竹的声音 忙道 小竹来了 小竹 小春连忙站了起来 朝门口望去 没事了 他再也不敢来 找你麻烦了 以后 我保证再也不会 出这样的事情 林小竹上前 拉住了小春的手 安慰道 那就好 那就好 刘婶连声念佛 又让小春给林小竹行礼 以感谢她的相助之恩 林小竹连忙 扶起了小春 此事因我而起 要不是我让人 拿了银子回来 秦氏也不会变成 这么个祸害 让你们受惊 我羞愧还来不及呢 怎么你们还要道谢 快别客气了 那怎么能怪你 你拿钱回来 是一片孝心 是那秦氏不明势力 为人嚣张 跟你可是没有关系 大家都到 我那舅母 可还做过别的 什么可恶的事 她对我那舅舅 平时如何 林小竹正要打听秦氏的行径 大家七嘴八舌的 把秦氏的事给说了一遍 原来秦氏仗着家装有钱 夏大竹又是里长 没少做横行霸道 欺压相邻的事 虽然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听起来却也感觉它 十分地可恶 林小竹告辞出来 对袁天野叹息道 我原本是想着 其实在我舅舅最穷困潦倒的时候 都没有嫌弃他 还有些心软 觉得即便修了他 也给他留几目田 现在 还是算了吧 两人回到夏大竹家 便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妇人 正坐在厅堂里 数落夏大竹 而秦氏则头发蓬乱地坐在一旁 直抹眼泪 见门口有人进来 那年轻妇人抬头一看 站了起来 叫道 哟 小竹回来了 一回来就闹得家里鸡犬不宁 让自家舅舅秀了舅母 有你这么做晚辈的吗 话说到后面 颇有些急声力嗣 林小竹看着 穿了一身粉红色绸缎的衣裙 头上插着金簪的夏春艳 眯了一下眼睛 没有理他 只是问夏大竹 舅舅 你决定好了如何处置秦氏 夏大竹在林小竹进门时 便面色沉愚地坐在那里 任由夏春艳说得脱沫全非 此时听得林小竹问他 冷冷地看了秦氏一眼 道 你舅母 好不 狗子他娘说了 如果我不休他 你要把宅子 田地都收回去 他可不愿意跟我过穷日子 所以叫我跟你走 把宅子和田地 留给他 难怪夏大竹的样子 像是伤心 又像是 心灰意冷 因为秦氏那场哭闹 叫他想起当年 落魄的时候 秦氏虽然诸多埋怨 却没有离开他 当然 他没有离开 更多的是因为儿女 而且山里的婆娘和汉子 都是这么过的 两口子吵架打架 都是常事 因此心里多少 有些原谅秦氏 如果秦氏保证 好好跟他过日子 不再整天地吵闹 做出欺压相邻的事情 他便不再提休妻的事了 却不想 在秦氏的眼中 他根本不重要 钱财 田产 才是最重要的 他不愿意跟他 过穷日子 而愿意跟钱财 田产一起过 所以他的心里 对秦氏的 那一点愧疚 也彻底没有了 夏大主说完 秦氏和夏春燕 都紧张地看着李小竹 生怕他不同意 尤其是夏春燕 就更加地担心了 要知道 他因为既懒 又长得不好看 当年可是没有什么 好人嫁来提亲 后来林小竹托人 带回来一百两银子 秦氏放出风去 说要陪嫁丰厚的嫁妆 他才赤手可热起来 嫁了现在的相公 看在他娘家是大地主 他娘也时不时地 塞些钱给他 婆家人现在对他很好 什么事都不用他做 相公对他也好 不过他明白 一旦他没有钱 添补婆家 相公和婆婆 公公的态度 就会变了 他即使生下儿子 也过不了 现在的好日子 李小竹把大家的神色 都看在眼里 冷笑一下 对秦氏道 哼 那些钱是我给我舅舅的 他既休了你 又凭什么把家产留给你 他再也不耐烦地 跟秦氏掰扯 听他撒泼 转头对袁天野刀 这里的乡政是谁 叫袁儿将他找来 连休七家职位交接 一块办了吧 夏大柱 是这里的李政 他既要走 总得通知乡政 秦氏是无知村妇 最怕的便是那些当官的 叫乡政来 他闹都不敢闹 我已让袁儿通知他去了 大概一会儿就能到 袁天野当初 寄到这里来买下人 山庄建在这里 也没有多远 这里的乡政 自然是他安排的自己人 袁儿要找他 自有别的办法 不用亲自去跑一趟 当年李小竹卖身的时候 秦氏为了那二百五十文钱 就当着全村 和袁天野等外人的面 就敢什么脸面都不要 当众撒泼 现在一听李小竹 什么都不给他 哪里还管袁天野 是不是王爷 那肥壮的身子一粒 就朝李小竹扑过来 嘴里还一面 歇斯底里地喊道 当年要不是我心善 收留你这个臭丫头 你早就被狼啃得 连骨头都不剩了 现在竟然敢仗着 你那野汉子的事 就来侵占我家的财产 叫乡政来又怎么的 你这叫仗势欺人 走到哪里都说不过去的 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打死你 打死你 是什么都说不过去的 我现在这个臭丫头的 就说不太的 感谢观看